首先呢,把大肠呢,先用清水清洗一下 然后把大肠放一面,里面也清洗一下 记得一定要清洗,一定要方一面清洗 里面也要洗,外面也要洗 加入适量的生粉,再把大肠清洗一遍 清洗完之后,还要第二次再加入生粉 再清洗一趟 就仿佛用生粉清洗两次 先来炒的这个馅料 炒好的那个配料呢,倒在酪米里面 这配料里面具有香菇,香肠,干贝 还有霞肝,还有葱,蒸姜 酪米里面呢,适量的加一些盐,鸡精 给它搅拌均匀就好 喜欢吃大肠的就很好吃 你们洗大肠 先把大肠的一头呢,用绳子给它炸起来 太长了 不用这么长 做两分用 一定要给它扎紧 反正大肠的两头等下都要扎 因为没有漏斗,我就自己做了一个这种纸做的漏斗 现在呢,把糯米给它灌到肠子里面去 嗯,别灌呢,别用筷子往里面捅 然后,然后,然后,逛的时候还要用手呢 慢慢的把它往下面拉,拉均匀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没有那种专业的漏斗 本来人家做这种,他们是有专业的漏斗的 用漏斗直接套进去,往里面逛 就很方便 我们这只是做少量的自己吃的 如果你做大量的,他们就是有那种机器 用机器往里面逛 都没有破掉了 不太长了,它灌多长了 没破掉了 不太长了,要灌多长了 不太长了 没有破掉了 没有破掉了 还没破掉了 刚才还没破掉了 不太长了 不太长了 中文字幕——YK 你那边又没有 有一个冰冰拿出来做 我没做 那你冰冰怎么办 我冠完要把它整理一下 有些地方多 有些地方少 把它整理的均匀一点 這個就是鞋子沒下去了 冷水放进去煮了 冷水也要煮够20分钟 20 25分钟 把糯米煮熟就可以了 换点点盐 一点就好了 一两勺一两条根 然后加点料酒去味 等下去这个大肠味道 要给它翻个 不翻个等下摄热不均匀煮出来 有的地方熟有的地方不熟 换一面 煮一会儿给它换一下 煮一会儿给它换一下 是用蒸笼蒸的 蒸的就不用这样换来换去的 它受到均匀了 因为我们没这么大的蒸笼在锅里面 所以只能再来煮 这更简单 它是高的 的 你不是拍了这样的跟花一样的 像不像花你看多好看 可以起锅了 走了有半个小时了 大功告成 冷却一下 放在油锅里煎一下 一会煎完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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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转容 第二会煎完再说 你们看一下这像不像莲藕 这是莲藕 这是荷花 这是荷叶 像吧 漂亮 好看好看好看 这就是昨天的大肠 大肠没关上糯米的 糯米大肠 这叫什么 糯米大肠 大家好 我是飘雪在纽约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请关注我 点赞评论转发 谢谢大家 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哦 爱你们拜拜